中風的時間會不會是晨早的? 沒有的 醫生也要24小時on call 對不對? 當然沒有的 但是為什麼 有些人 這個問題其實我挺喜歡的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時候 病人是早上才知道的 為什麼? 因為他睡著了 其實中風是可以24小時都會發生 但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現在還沒處理得很好的就是 睡著覺中風 根本你就不知道他什麼時候開始起手又中風 那變成我們用 譬如要用血藥是很大的困難 那些很多時候這些情況 病人是用不到過用血藥 因為他可能 中了1個小時 或者中了8個小時 你都分不到的 但是我們見得多的情況 其實都是日間中風的機會比較多一點的 但是不會窄一的中風 也不會減時辰的 所以有些什麼情況 不是你想的 馬上去看醫生 這個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